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杭博大丘向您问号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请用智慧的双目读动你的人生 这幅油画名称是西门于佩罗 绘画者是美术家卢本斯 首次进入博物馆的人们 看到这幅画 大多数都表示惊讶 有些人嘲笑和讽刺 怎么能把这样的画 挂在博物馆门口 但是 波多黎各国家的人 在这幅画面前都肆然起敬 或者感动流泪 露着胸部的年轻女人 就是她的女儿 一身不整的老人 就是她的父亲 画中的西门是位波多黎各的独立而奋战的英雄 却被国王监禁在监狱里 被盘禁食刑 老人将慢慢死去 临终前 刚生完孩子的女儿 来监狱探望父亲 看到父亲销售的躯体 女儿解开自己的衣裳 将自己的乳汁寄予父亲 不愿父亲成为饿死鬼 因经过暑日 西门没有饿死 守卫发觉不对 才发现 佩罗以乳汁为食父亲 随后将事情报告上街 当时食胜者深深被佩罗感动 而将西门释放 同样的一幅画 有些人讽刺和嘲笑 有些人却感动落泪 不知道这幅画真正含义的人会嘲笑 但知道它背后的真正含义 你之后会沉默 每一个人 事 物的背后 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不知道 其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之前 不要随意对积下评论 因为 这样做出的评论 常常会因为包含太多自己的偏见 而于事实不符 人们 经常只见到表面的东西 看不到本质 很多时候 事实 和你所看到的 都不是相同的 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 不是被别人骗了 而是被自己的 自以为是骗了 有些东西 真的不能只看表面 请用沉静的心 智慧的双目 读动你的 人生 就如这个画作 不知情的人 可能会鄙视 知情的人 则受到感动 好了 周末快乐 我们下周星期一再见 很多时候 事实 和你所看到的 都不是相同的 最可怕的 不是被别人骗了 而是被自己的 自以为是骗了 很多时候 事实 和你所看到的 都不是相同的 最可怕的 不是被别人骗了 而是被自己的 自以为是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请用智慧的双目 读动你的人生 这幅油画 名称是西门于佩罗 绘画者是美术家卢本斯 首次进入博物馆的人们 看到这幅画 大多数都表示惊讶 有些人 有些人嘲笑和讽刺 怎么能把这样的话 挂在博物馆门口 但是 波多黎各国家的人 在这幅画面前 都肆然起敬 或者 感动流泪 露着胸部的年轻女人 就是她的女儿 一扇不整的老人 就是她的父亲 画中的西门 是位波多黎各的独立 而奋战的英雄 却被国王 监禁在监狱里 背叛进食刑 老人将慢慢死去 临终前 刚生完孩子的女儿 来监狱探望父亲 看到父亲 销售的躯体 女儿解开自己的衣裳 将自己的乳汁 寄予父亲 不愿父亲 成为饿死鬼 因经过暑日 西门 没有饿死 守卫发觉不对 才发现 佩罗已辱之位 是父亲 随后将事情 报告上去 当时指圣者 深深被佩罗感动 而将西门释放 同样的一幅画 有些人 讽刺和嘲笑 有些人 却感动落泪 不知道这幅画 真正含义的人 会嘲笑 但 知道它背后的 真正含义之后 会沉默 每一个人 事 物的背后 都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不知道 其经历过 什么样的事之前 不要随意 对击下评论 因为 这样做出的评论 常常会因为包含 太多自己的偏见 而于事实不符 人们 经常只见到表面的东西 看不到本质 很多时候 事实和你所看到的 都不是相同的 最可怕的 不是被别人骗了 而是被自己的 自以为是骗了 有些东西 真的不能只看表面 请用沉静的心 智慧的双目 读动你的 人生 就如这个画作 不知情的人 可能会鄙视 知情的人 则受到感动 好了 周末快乐 我们下周星期一再见 下周星期一见 下周星期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